特斯拉是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领导者,但是该公司并不做所有自己的研究。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,向聚集在加拿大新斯克社省哈利·法克斯的达尔豪西大学的电池专家伸出了橄榄枝。 2016年,特斯拉同意资助由锂离子电池研发先驱杰夫·达恩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团队。 这个团队在过去的24年一直在研究锂离子电池。 特斯拉计划于明年年初在中国推出一款新型低成本长寿命的Modern 3轿车电池, 而与达恩团队的合作在这一计划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 目标是使电动汽车的成本与汽油车型持平, 并允许电动汽车电池在电网中拥有第二和第三使用寿命。 特斯拉对达恩工作的资助是公开的。 达恩曾经在公共和私人论坛上谈论过他的团队的一些成就, 包括今年2月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演讲。 那次演讲的视频以及其他至少两段达恩讨论自己的工作视频 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,但是现在已经被删除了。 达恩以可能与特斯拉发生冲突为由,拒绝接受采访。 休息后,剩下的一切, 同样,剩下的印象说明女士的工作室可关注来决定。 名判官穿第二次有努力用。